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区内铲球要小心 盖拉乌尔什 边路前面还有空间 可以继续走边路 对方脸上充满了失望的表情 看看有没有射门的机会 想要传中球却被后卫拦了下来 招球员刻意传得很小 前点有队友啊 没能绕开防守被挡住了 预判了对手的球路成功拦截 上门又被封堵了 是他是他 还是他 球呗结尾出了危险区 这角传球很有威脸 结果啊 没能形成机会 摇尾 黄霜 这角铲球还是不错的 这个球啊 看看会怎么处理 这个拼抢裁判没有吹 应该是领先的机会 门将挡住了这一下 这次的进攻啊 效果不好 他们差点就取得领先了 这次进攻的处理 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完美 但无奈最后面对的是一位 爆发了小宇宙的门将 门将还不能放松啊 因为下一波进攻又来了 盖拉沃尔什 现在要轮到对手控球了 是也很开阔 传球也很到位 这次拦截啊 非常关键 可以说是直接扼杀了对手 一次在禁区内的得分机会 应该有了吧 文将今天的表现非常稳健 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化解了刚才这个直传球造成的危险 唐嘉丽 卢嘉辉 转给了张瑞 一次绝佳机会 这个球对方已经形成了单刀的局面 但是还是没能打破门将的赤指观 可以说是门将拯救了球队 他刚刚的表现犹如天神下凡 我感觉对方前方看到他已经有点腿软了 哈哈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飞向了球门前 这个球啊 没什么难度 王双 把球还给了楼嘉辉 转向了禁区 这次进攻只能无功而返了 这次进攻只能无功而返了 盖拉沃尔什 中国女卒弄丢了球拳 楼嘉辉 接下来就看脚法怎么样了 球被解围了出来 直接凌空起球到门 这样的扑救呢足以说明他是有多么优秀啊 直接把球发到了禁区里 这个阶位不够远啊 还有危险 直接攻门了 这一脚神远射球进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看场上的队员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这样的进球啊 绝对算得上是世界波 没错 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距离起脚打门呢 是啊 这脚射门离近区相当遥远 他对球的拿捏是非常的准确 他的脚头啊是真的硬啊 脚拔也是真的好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就是经验啊 成功的抢端对手的传球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这脚跳船真的是精准而又致命啊 球又进了 他们以蓄勒的第二道领指示 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 转眼领先两个球了 这次是一脚挑船 跃过了对方的防线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很好的一脚穿越球 防守队员这是提前堵出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把球破坏了 把球拳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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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可以自己突破了 精彩的门前就显 球拳要回到他们脚下了 锐球打力 这个盛门角度太正了 直接被门将没收 上半场战霸 比赛进入中场休息 银格兰女足开球 双方的下半场较量现在继续 摇尾 看台上一片高呼 希望他直接射门 有架会 王双打球了 应该能打进吧 漂亮他们领先三个球了 今天状态也太好了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比0 雷切尔达利 持续代球推进 一脚射门 他好像过于专注于发力啊 以至于高度没有控制好 财队 他会如何判法呢 摇尾 没有急于处理啊 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 门将这次铺的漂亮啊 脚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暂时没什么危险 想要把球传进去啊 还是要先问过他的意见啊 脚法非常不错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雷切尔达利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机会出现了 对门量来说这完全没有难度啊 唐佳丽 张瑞 明显的机会 你感心吗 这种球资都没打进啊 这么近的距离啊 他完全没必要发那么大力啊 就是啊 他们决定现在做出换人挑战 整点暴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三十分钟 王主队员把皮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王珊珊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分差已经到了四个球了 金球的回发来了 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跑位包抄强点 看看这个球就知道了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摇尾 王珊珊 她阅读比赛的能力很强啊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这球尝试直接过顶传在防线背后 但是球传大了 守面应该没什么压力 守面应该没什么压力 楼嘉慧 王珊珊 她在边路空间非常足 给了进攻方一个角球 踢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啊 双方还在拼抢 前场压力给的很足啊 反抢成功 很苦 乔治亚斯坦威 机会来了 门将扑到球了 但是没有拿到 武射球进 门将尽力了 显然她的队友啊 也没有给她足够的帮顾啊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她做出了无比精彩的扑球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球最终还是进了 这就是足球 现在比分是4比1 一脚漂亮的直c 这是个好机会 球又进了 他们正在迅速扳回列市 虽然目前暂时还是落后 但按照这个势头啊 他们大有机会 单刀破门 防线如此不堪一击 而这个 她的表现只能用完美来形容啊 这是精彩的个人表演 完美的终结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看样子裁判是认为有犯规发声 垂天的比赛 裁判只是给了她一个口头警告啊 裁判显然已经没有耐心了 再来一次的话 肯定就会套牌了 没错 犯规了 裁判的哨音也响了 好球 他们现在已经三球领先了 比赛时间也所剩不多了 这家打门没有给门将任何的机会啊 几乎可以说 这是理论意义上的死角啊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雷切尔达利 预判到了 抢回了皮球 盖拉沃尔什 球权又转移到了他们这边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真是太快了 刚才还在说他们这球很有希望 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 裁判是一越位 看的是真仔细啊 他们要换人了 现在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传给了王珊珊 能把握住机会吗 不可思议啊 只有这样的进球才符合神仙球的标准 确实只有神仙才能打进这样的进球啊 右键马赛回旋 这就是足球场上的零波微波 简单的一波一拉 一个零球转身 我们仿佛看见了武侠小说中的 逍遥派神功重现人间 漂亮的进球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2 好球 机会出来了 军才果断举起这球越位了 可能就是机会太好 他太心急了 所以启动早了 嗯 裁判没有照响 比赛还在继续 他朝着球门一望无前就去了 威胁还在 看看张瑞的处理 能把握住吗 又是一个进球 对方的防线完全被他们打成了筛子 双方悬术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很苦 可比拿球 打满很果断 过不了他这关啊 中场响声响起